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款蔬菜家常饼 柔软又多层 首先大盆中放入普通面粉500克 用310毫升的黄瓜汁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烙饼的面我们要和的稍微软一些 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面半个小时 取出形好的面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把每个面剂子再揉一揉 揉成圆形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表面刷一层薄油 再撒一些盐 在面片的上下各划三刀 上下两片往中间对折 再折上去 重复折叠 这样做出了饼层次更加的分明 叠好以后再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形 直接按压扁 擀成一个圆形的薄饼状 平底锅预热刷少许的底油 油热后放入饼皮 饼皮的表面也刷一层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烙至底面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接下来 碗中打入四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加少许的盐 少许的油 起锅 锅中不用放油 加入鸡蛋液 把鸡蛋液摊平 待鸡蛋液没有凝固之前 放入我们烙好的饼 烙至15秒 鸡蛋液完全凝固 即可出锅 出锅后我们给它卷起来 从中间切开 看一下这个层次 这样烙出的蔬菜家常饼 营养丰富 层次分明 特别的好吃 如果您喜欢 就动手试一试吧 我是海卷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